音樂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海珠區的警方 之前通報了一宗 在昨天引發好多人關注的兩個皇馬女子 強衝管控區的調查和處理結果 這兩個女孩子被他們治理處罰 涉事雙方經過教育提醒後達到諒解 警方通報說在昨天上午11點左右 兩名女子一個姓黃的一個姓李的 都是23歲黑龍江人 沒有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區域規定 他們企圖強行進出海珠區 輪頭村防疫管控關卡口 其中有一個還沒有戴口罩 兩個人的健康碼都是黃碼 而他們兩個人在10月30日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做核酸檢測 在這段期間現場的防疫工作人員 是上前多次勸導這兩個女孩子 他們沒有配合甚至是辱罵工作人員 還有擾亂現場秩序 後來就被工作人員和市民約束控制 警方接到報警之後 就將涉事人員帶回派出所做進一步的調查 而後來他們經過調查之後 警方已經對這兩個人做出一個治安處罰 涉事雙方經教育提醒之後 已經達成諒解應該已經放出來 而其實當初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焦點都擺錯了地方 擺去什麼地方呢 就是去了留意這個女孩子的身材樣貌 各方面的東西 就變了就沒有看到那個內情是怎樣了 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條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